我現在要帶大家陪我一起看線 幽靈岩 這抹茶的 人生必來這裡一次 我的腳完全不敢升起來 位於日本本州最西部的山口縣 是中國地方五縣之一 這即將帶你們深度由 日本山口縣美米市兩大絕景的 秋節台卡斯特高原 以日本最大的鐘乳洞 秋方洞 各位大家好 我是住在日本的Kochian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你訂閱我的頻道了嗎 還沒訂閱的話就按這個底下 訂閱關注並打開小鈴鐺哦 我現在人呢 站在這個位置 也就是日本山大名洞之一的秋方洞 事先要跟大家說一下 我現在來這個時間已經還蠻遲了 對然後現在我們抵達這時間是4點51分 然後這邊的營業時間是到達5點半 大家如果是要去參觀這個秋方洞的話 它普通料金的話是1300塊 特別這邊的素特級文化是 從早上8點半到下午4點半而已 如果大家要過來參觀的話呢 盡量要早一點時間過來 好 各位 我們現在進去囉 這張就是我的入門票了 這裡寫了 走多少時間走到晚的話呢 大概是要一個小時 各位 我們現在要開始我們的旅程囉 走吧 好 急待到乖乖 帶大家給我一起去 太行了 好神秘的感覺喔 從黑谷口進去會先倒著3億年時光隧道的長廊 畫作呢是從現代到地球早期的樣貌研畫室 象徵了穿越時空洞裡呢是以前的世界 洞外是現代文明之類的 接下來還要繼續下斗一層樓梯 大家看我們現在這個位置的怎麼一小段 我們還要走到這麼的長 我們要走到還這裡 真的太神奇了吧 大家看看這上面 真的很像耶 你看它這邊是寫著 瑪莉亞觀音 地上很滑喔 你要小心 哇哦 哇哦 哇 自從我帶大家 去過那個群馬線 不曉得大家還記得嗎 就是土合站那邊 走過了500道階梯 非常神秘那個車站的過後呢 這是我第二次帶大家來探險 日本超級神仙的路洞 它每一個地方都取了不一樣的名字 像比如這個的話呢 是叫五月雨 這感覺真的好震撼耶 好我們再繼續往前走 這範圍真的非常的大 據說這裡喔 都會引進來很多 就是國外觀光客都特別喜歡來這裡光顧的 因為這個地方它算是日本的三大名洞之一嘛 小心現在要下樓梯咯 我的心情現在越來越期待 哇哦 那這邊好美喔 作為日本神仙秋方洞的山口縣著名觀光景點 也是日本最大最壯觀的中乳洞 具有超過三億年歷史之久的石灰岩洞穴 哇上面打燈打到好美喔 哇哦哦哦哦 好像神仙笑反感覺那一道光 欸這裡還蠻涼爽的耶各位 這沒有好美很壯觀 它叫Keym of the cave 就是看起來已經很霸氣了 仔細聽一下著名的景點的解說 嚴枯王 嚴枯王 現在大家所處的地方是1963年開動的黑谷之洞 嚴枯王是由正上方的中乳石的滴水落在地面 是應該經歷了十萬年之久而形成的 十萬年之久 繼續遊覽下個景點 謝謝 那這樣我們繼續往上走 可能有更多精彩的東西可以看喔 好像聽到有水流布布的聲音喔 哇大家看看我這左手邊 這一個叫黃金柱高達15米 看看這個中乳石 它就是花費了千年才形成的黃金柱 看起來大概有五六層樓高吧 好壯觀有沒有 好喜歡這種感覺耶各位 升降機 這邊還有電梯 拍不到一半 我以為走完了 還要走 各位我們才不到一半而已 我們也要走七百米這麼長 我很好奇這個洞內的富士 對對對 走走走各位 再往深處走進了巨大的洞窟 令我覺得意外的就是第一次看到裡面有霧魄的中乳石洞穴 難以想像喔 這就是自然形成的洞穴景觀 幽靈岩 哇 我感覺越看越漂亮 要形成這樣的儲良 想相當長的時間 洞穴中的景觀密度高 沿著步道走 發現每個一段距離就會停下腳步 看一下景點 從這個視覺看出去 好像電影中的地下工廠 非常的神秘 而且底下有水的感覺 好像是海底龍宮 真的 大家看看 這些燈打上去 那個洞穴 整個感覺非常神秘 難怪這裡會被指定為了 國家特別的自然景區 這麼漂亮 好壯觀喔這裡 這也太美了吧 這邊 各位遊客 請看前方的奇異景觀 秋房洞最有名的景點 也就是白美銘 喔 導影 我真的沒有察覺到 哇 好涼爽啊這裡 這裡叫青天景 整體來說呢 秋房洞啊 還是個山口線必來的旅遊觀光景點之一 走過一次的 真的會留下非常深刻的影響 真的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耶 這裡真的非常值得花半天喔 過來走走看看 喔 越來越暗了 等一下小心小心 喔 我們已經走完那個 魯洞了嗎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到戶外了 欸 我都沒有看到有洞內富士 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這個橋的話呢 才是主角耶 然後呢 它燈光打下來的時候 那個view會非常的美 這美景喔 好像也是有武俠小說過來自己拍片 基本上晚上呢 只能聽這水流聲 看不到什麼 不過呢 在早上的時候呢 那個奇景會是更美 許多旅客呢 都會在這裡喔 拍照留紀念 上方謝謝 非常感謝您的光臨 來參觀這個球防洞 大家喜歡這種街景嗎 底下留言按讚給我 大家看看這個 Apaman 這個小一定很喜歡 MOMOTO 有沒有覺得這個很熟悉 竟然會有這個 女王頭在這裡 而且是小個的女王頭 台灣也有地址公園觀光 女王頭 好 各位 我們現在呢 來到這個 昨天我們進去走那區防洞 這邊我不是說 有很漂亮的街景嗎 對 我們在這一間 吃午餐 三口餡的香土料理 看喔 這個傳統的蕎麥麵的話呢 它是三口餡的蕎麥麵 是以熱騰騰的屋頂挖片 做為這個餐盤 跟普通讓我們吃的蕎麥麵 有點不太一樣喔 當你吃這個蕎麥麵的時候呢 你會聽到它這個瓦片喔 好滋滋滋滋的聲音 是抹茶的耶 各位 那種普通蕎麥麵的話呢 也不會有這種蛋吃 配合它這個醬料一起吃 太入味了 它搭配上面是薄片的這個牛肉 這是紅蘿蔔 再加上這個青蔥 再配合一起炒 一把午餐了過後 我帶大家陪我一起去買雪糕 好 各位 我就點一個 兩種口味的 不好意思 車子 雞蛋糕 一塊 一塊 對 謝謝 謝謝 哇 看起來好好吃喔 大家看前方 就是我昨晚帶大家探險的秋方丼 你看它都選擇超多的 剛開始看的時候都不知道要選哪一個 想點那個 他們當地的商口縣的這個 秋方梨那個名產的雪糕 可是到最後還是選擇回我 喜歡吃的這個口味就好了 いただきます 那還吃麻餐跟那個大豆粉 超好吃 哇 它的料十足的耶 各位 昨天帶大家走的這個秋方丼 它也是有列入這個Trip Advisor 然後大家如果想要來到秋方丼 這裡的話呢 它交通化還蠻便利的 你們可以下了這個米米車站了過後呢 然後呢 再轉乘坐這個巴士 就是專程的這個秋極巴士 來到秋方丼 這個著名的觀光景點這裡 今天我帶大家來到了 山口縣Yamaguchi的秋極台 今天呢就是要體驗一個非常全新的 平衡的這種車 Sagway 安全帽給你帶著 早安 我的Sagway啟動了 這時候有烏龜 再轉 不能往前走 我需要推它嗎 不用 你就往前走 哇 走到感覺了 一定要兩隻手握著 Fi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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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哦 正在烤車啊 看我會被踏爪這次 Fi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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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也要开始上斜坡了 要准备开始我们的里程了 然后这边也会有很多波道 所以等下我们下去的时候要准备下去 嗨 现在下斜坡咯 我们本来是要爬山走路上去 现在呢我们只是需要靠这个subway 直接骑上去就可以了 我们要走到很远你知道吗 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哇 这体验也太刺激了吧 哇 这边的view也太美了吧 哇 各位 真的是人生必来这里一次骑这个subway 往这里要放慢一点 嗨 下斜坡 好可怕 秋吉台是日本最大规模的卡斯特地形 众多十分有名雄伟景观的石灰岩 实际上这秋吉台在三叶五千万年前的时候 是一片大海的 珊瑚礁因板块的移动被挤压到地面上之后 在地壳运动中就形成了山体 那后来呢就经过雨水呢 不断地侵蚀形成了地形 就是现在我眼中所看到的草原和石灰岩美丽的风景线 在这里呢每个季节都能够展现不同的景象 金黄色的芒草和火红草叶色的画面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所以一年中无论何时去都能够尽情感受到这大自然的美丽 继续往前走咯 这人的view也太沾了吧 秋天来太舒服了 哇你看这个金黄色的芒草 好美哦 赛格维实在太酷了 第一次体验赛格维感觉是真的很有乐趣 完全是实现了从未体验过的越野探险 与汽车不同的是赛格维只有两个车轮 外形呢有点像普通手推车 但是它就是可以自行直立不倒 刚开始站上去赛格维时会感到恐惧害怕 客服适应了一阵子过后呢 会感觉驾驶真的很轻松很方便 它简直就可以代替远途的步伐了 其实这赛格维其实也是要充电的 就是一天充两次就已经足够了那个电量 前方的倾斜度超高 因为如果是说有下雪的话 全都是纯白色的 诶应该很漂亮的 这里是终点 所以我要走上去这个阶梯这边 看这全景 秋季台作为了山口县美米市的全开放果定公园 也是许多游客慕名而来的人气景点 那这里渐渐也成了IG打卡景点之一了 不光是可以欣赏到草原和石灰岩呈现出了 360度立体空间感的美景 还可以贯穿秋季台中心的岩绒之路 所以只有在这里才可以欣赏到独特壮观 历经三亿年地球变幻的秋季台的景色 我们现在准备要走黑下坡了 Let's go 今天体验好棒 那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想要来体验一下这个赛格威的话 它是两个小时半八千日元 就是全套就是一个小时的教程 一个小时半是让你轻松骑这个赛格威 其实一定要有两只手握着 可是因为现在我已经掌握好那个技巧了 所以我现在可以一只手边拿着相机一边骑着走 大家如果想玩的话 尽量是两只手拿着会比较安全一点 这次带大家来到这么远 就是山口县这里深度有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部的影片 我的脚完全都不敢伸起来 上来的时候没有这么可怕 反正下去的时候会比较可怕 那种往下推的那种感觉 完了这个过后啊 就好像你在夜夜上奔跑的感觉 各位我要走玩了 好舍不得 因为这个赛格威真的太好玩了 刚开始骑的时候是真的很害怕 因为你只是靠你的脚链 然后握着那个赛格威的把柄 一直不停地找那个平衡感 现在已经找到了过后 完全没有那个恐惧感了 然后觉得这个越来越吃鸡越来越好玩 我已经到了 这体验超棒的 大家一定要来玩 好玩 好玩吗 超好玩 超好玩 好 结束我们的旅程了 把饭回去原味 谢谢 昨天带大家来到的这个山口县呢 探险了这个秋帆豆 今天早上又带大家陪我一起去体验这个 塞鬼了过后呢 又吃了一顿非常美味可口的山口县 香土料理 现在我就要带大家陪我一起去到广岛县 然后我都说了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好可爱 吃 MING PAO TORONTO